没有一个能唱的 哈喽这里是湾湾 都说王者和青铜合唱 一不小心就会被带跑掉了 但还真就有些歌手 稳得像定海神针 李健也没少碰上跑掉的搭档 刘烨和唱苏花江时 刘烨越唱 在旁边伴奏的李健 表情越凝重 我的歌是这么唱的 欢乐的歌唱 谁曾想啊 魔音过而久了 自己也被带跑天了 当到底是实力歌手 跑了一去就拽回来了 我们手上松花江水 紧紧的流淌 你就像天外来无 你唱一表我跟着好不好 你就像天外来无一样 求知不得 你就像天外来无一样 你就像天外来无一样 都说薛之千写的歌 一般人唱不了 太难 教别人唱歌 不管听多少次跑掉板 自己都不会跑 就算一堆人 在旁边唱的五花八门的 也都没有迷惑 这换别人 估计早就被带跑了吧 感情里的乖卡 有铺垫就不尴尬 感情里的乖卡 有铺垫就不尴尬 有铺垫就不尴尬 不尴尬 不尴尬 感情里的乖卡 有铺垫就不尴尬 对不起对不起 你信不信我随便找一个人 他过来就普通人 他对人唱出至少比较平稳的水准 感情里的乖卡 有铺垫就不尴尬 感情里的乖卡 有铺垫就不尴尬 没有一个能唱的 没有一个能唱的 这首歌有问题 杨迪受害者可不止削之前自己 在综艺里和余文文合唱小情歌的时候 还得多亏余文文专业 管他抢牌还是跑掉 自己都唱在点子上了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反歌 当然啦 以上的搭档也都不是专业歌手 唱歌拉了一点也是合理的嘛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